5月13日上午 唐吉田、蒋田勇等大陆多位维权律师 在前往四川滋阳采访二俄湖法治教育中心时 遭到便衣围攻和殴打 并被强行带到迎接镇派出所 目前多人下落不明 据德国之声报道 这次事件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有关 中共宣称 中国各大银行已暂停与北韩之间的 多数业务往来 要与国际共同制裁北韩 但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中国东北一家较小的银行 仍在处理大笔跨境资金转账 北京方面并未完全切断与北韩的金融联系 仍是北韩最重要的经贸伙伴 在国际黄金市场成名的中国大妈 第13周市场对决 上周国际金价再次大跌 11日金价当日最大跌幅打3.7% 将许多婆婆妈妈送入套房 最残者账面亏损近三成 中国人的姓很少超过两个字 但上海复旦大学讲解百家姓 公布最长的姓氏共有9个字 篡函甚至五目云集沟 专家评估这些用字比较冷屁 应该是非汉族的民族 才会把祖上几代的姓氏叠在一起 新台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